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来看到韩版天堂m12月 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更新资讯还蛮多的 尤其是关于暗黑骑士啊 我们上个礼拜大家靠北的钥匙 这周他们终于做了优化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个 他们这周开放的是 tj 娃娃觉醒挑战 然后第二个这是副本时间延长 所有的副本都加长一小时 再往下看第三个这是奖励 雅丁战士的补给箱 你只要每天完成 那个叶子消耗100个 就可以获得这个补给箱 内容主要就是给你一个成长药水10%的 然后三颗龙之珍珠 以及一张战斗强化卷轴 然后额外几率可以获得500个 那个名誉币 500个变身币 还有500个娃娃币 以及500圣物币 还有祝福圣水小罐的一罐 然后一个那个王八卷轻碎片 还有一罐龙之圣水 然后再来往下看 这就是本周更新的重点 黑暗骑士技能调整 他调整技能有很多 基本上是80%的调整 像第二经济卡里普索的更新 然后金色反屏 还有紫色反屏復仇者 以及紫晕 红色反屏 暗黑之魂 这个我说过吗 一定要改 不然那个太太奇怪了 你打到后面的怪物都打不动 再来这个暗黑不死也做了调整 还有虚空领域 还有他的一般的白云 好这个是他的白技 暗黑盔甲 暗黑守护 还有这个暗黑防护等等 全部都更新了 然后新的更新内容 我们会等到3点的文字档 讲出来之后再帮大家看一下他到底改了哪些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本周韩版正常开放移民 再来往下看这是韩版本周的周末制作内容 他的周末制作内容 第一个就是24000的变身币可以去拼 英雄变身卡选择箱经典的古典 然后24000币可以去拼英雄变身卡选择箱 梦艺人之岛 然后可以这24000硬币可以去拼那个 亚英雄选择箱 呃这叫欧灵的痕迹 再来就是亚24000币可以去几率去拼这个 英雄变身卡选择箱 然后跟正24000娃娃币可以去拼 英雄娃娃卡选择箱那个欧瑞 然后本周他们开放的子卡制作是土龙者 子娃是死亡骑士 好这次也还有开放 三张神秘的英雄卡片选呃制作 需要花费两个材料然后1%制作 好这边是重申服的 再来往下看 这边还有开放这个个人制作的部分 英雄变身卡选择箱十举的 这应该是属于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特殊 像灰率那些的稀有的卡 然后这里的本周个人制作开放的是 加6的徽章加6的水晶 还有这个制品保护卷轴100张 还有各类的卡包 好这边有各类卡包 这个可能就我在猜可能是我们之前说的 12万硬币换的卡包又再度开放啦 那这个可能会同步对应到台版本周的周末 然后韩版这周的周末那个当成特殊制作 开放的是信念三楼的boss装备 伊莎贝尔的手环跟伊莎贝尔的耳环制作 还有这个欧祝福的欧灵卷轴箱 好记得看一下韩版本周的礼包内容 基本上就跟我们的换周礼包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叫做 沙哈的优质品 刚这里面新增了一个叫做高级圣物 抽卡包6包可以选择 好这一个就是 这个应该就是 呃韩版这周更新的 圣物包吧 他里面是台币包 他应该是用1490台可以去购买 里面内容物是2000颗蓝钻 还有15包高级圣物那个 高级圣物的抽卡包 还有一个令牌 然后这个令牌他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令牌他可以用4个去兑换一张 终于来了吧 这稀有的哦 一张特别的圣物抽卡券 然后这个后面叫做酷竭 代表你可以直接抽到新出的 那个海贼岛酷竭的圣物 这是稀有圣物 因为只有打酷竭才有机会取得 这次可以终于开放了 所以我说啊所有的稀有圣物大家都不要急 稀有卡片也不要急 未来都会开放成制作 或者是直接选择 然后第二个是两个硬币可以 换10万的圣物币 最后一个是一个硬币可以换 三个圣物卡抽卡包 然后在下面一个就是本周 韩版的蓝钻包 他这叫做暗黑骑士的抽卡包 他里面内容物是两两个抽卡券兑换 还有三个综合硬币箱 以及一个暗黑骑士的凭证 这边另外还可以还可以额外购买8个 然后卡包里面兑换的抽卡券 内容跟之前一样 金字琴神塔 还有一般最高级卡包 还有那个挑选包 在这个凭证这周可以制作的内容是 他可以使用8个去兑换10个最高级卡包 然后还有对不起 更正一下 他是使用8个兑换10个祝福的 祝福的那个金弓卷轴 然后或者是用一个兑换一个祝福的 金弓卷轴 再来是两个 两张两个凭证可以兑换一个综合的 红变英雄变身保底点数4个 在这边他是可以换英雄的不是传说 在本周没有传说点数 还有两个可以换 三合高级坟墨 抱歉刚打个噴梯啊 现场live 再来两个可以换两个硬币箱 然后16个可以兑换3个神秘的英雄卡片 然后8个可以兑换一个 再来两个可以几率拼到一个神秘的英雄卡片 或者是神秘卡包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更新内容 那台版可能会比照部分的 然后还有周末制作 至于这个暗奇更新的技能 我是蛮期待他到底会变多强 希望能够让我们对暗奇重新刮目相看 好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